請高鐵局局長 請助局長 局長好 我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高鐵公司準備在陸續增加三個場站 就是苗栗雲林還有彰化 如果都順利完工之後 高雄到台北 台北到高雄這樣的行車時間 每一站都停的話 會增加多少時間 每一個站都停的話 至少要增加半個鐘頭左右 這半個鐘頭 對 那我們現在高鐵的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站 就是欄桿站 就是台北之北還有一個欄桿站 那局長我請教一下 那我們現在高鐵的整個票價的計算 我們是根據里程來計算 是 但是將來還是用 如果說有一個乘客他從高雄坐車 他坐到台北 就是將來場站都通車之後 那他就會 如果每一站都停的話 他會比現在預估至少 可能多個25分鐘到30分鐘 是 那就將近要兩個半 每一站都停的 現在已經要兩個鐘頭了 那將近就要兩個半鐘頭 才會新左營到台北 但是 局長 那我們在票價的設計上 我們除了用里程來計算之外 我們對這樣每一站都停的 跟直打的這樣的 從台北到高雄只停台中這樣一站的 或台中板橋一站的 兩站的這樣的乘客的里程 計算票價我們會不會做差別的分別 我想跟劉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執行的就是包括站站都停的 跟那個直打車 只有少數幾個蛋了 我們票價的計算基準都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是用里程來做計算 都是用里程的 用里程 那事實上 享受的那個服務 而且有時候他不是 他是必不得已去買那個站站都停的 因為他是時間的關係 或者是客滿的關係 他不是 他不是有其他的考慮 那我認為這樣的 要做 我們不考慮要做一個 就是在不漲價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要對這樣每一站都停的 我們做 特別是長距離的乘客來講 他要做比較 有一點優惠 都每一站 他如果都每一站都停的話 我想 長距離的旅客 就是譬如說從台北到左營 事實上他可以選擇 對啦 我是說 有時候 他們之所以會做這樣選擇 有一個就是 班次的問題 或者是客滿的問題 所以他才會做這樣的選擇 不然照常例來講 他會是選擇那個直打的列車 我們這點是不是可以請 我們局裡面跟高鐵公司來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討論好不好 做一個研究 我們對這樣可以做一個 我想 我想 因為現在合約當然就是一個 商務餐的這個 這個計價模式 跟那個一般普通的 普通餐的計價模式 那至於說 站站都停 跟少停幾個站 事實上 以目前的合約的計算 方式都是按里程來計算 不過我原剛才所提的 我想我們會要求高鐵公司 在以後 再來研商 來檢討一下 除了單純的就 里程來計算以外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這樣 有一個比較 有一個折扣怎麼樣的 對 包括 包括 包括站票的部分 好不好 就是客滿之後站票的部分 我們要 我想站票的是 目前就是自由座 他已經 97折 他已經打97折了 但是他站的真的是跟做的不一樣 這個我們想當然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牽涉到這個旅客服務品質 因為站在高鐵局或高鐵公司的立場 我們不鼓勵旅客都去買站票 都去買自由座 我希望他能夠接受到有自由座 他會用站的一定是沒有地方坐的時候 他才會變成站票 不過還有一種事情 他比較方便 他只要一天任何時刻他都可以去搭乘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太高的 站在你是監督管理 我們督導這個高鐵公司的立場上 我們希望能夠讓我們的乘客 因為事實上只有單一選擇 如果說今天有兩三家 可以這樣同樣快速的運輸 我們當然請他選擇 那這樣高鐵上是只有一家選擇 這家選擇 我們現在局長我們這部分 都跟高鐵我們再來做 實際上高鐵公司它是一個商業行為 這個我讓我們清楚 不過高鐵局裡面 在這部分再多做努力 好不好 是 我們會請高鐵公司再來檢討一下 好不好 局長謝謝 主席我們各位請毛部長 謝謝 部長好 部長我想上次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但是沒有辦法很詳細的討論 我們但是隔天報紙有提出來就是 部長提到這個東花快速道路這部分 但是你提到這兩部分 當然我們現在明年交通部已經列了一千五百萬的可行性評估 不過你也提到這兩個現在有兩大關鍵 第一個就是將來他的經費的問題 目前出估要差不多七百億上下的經費 第二個就是環境保護的問題 可能會超過千億 超過千億 第二個就是環境保護的問題 我想部長也提到這個快速道路 這個牽著到兩大的兩大問題 特別是我們在這裡也 部長我想 他的可行性評估當然有幾種可能性 一種就是說將來他可能真的就是蓋一條新的快速 蓋一個新的道路 那也許有一種可惜就是 將來他局部性的蓋新的道路 但是另外有局部性的是在就有的路行方面做一個改善 危險路段 部長是不是這部分你可以再詳加的說明一下 在你的規劃裡面 我們的動畫快速道路裡面 這個他未來的願景 我想在目前這一刻 我們沒有任何預設立場 我們會 甚至於要走三線海線 也都是可能選項 所以我想像這一部分 我們大概不會預設說是 它是會是怎麼樣一個組合等等 目前大概沒有 因為主要我還是要讓他們 專業幕僚他們去做這一部分的工作 我沒有特別刻意給他們說 希望這樣希望那樣 我們地方也非常期待有這樣一個便利的舒適 安全的交通路廊 但是我們當然也期待 因為這個 這個整個即便他到順利到完工 也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期待在這裡面可以做更加詳盡的 包括環境的調查 包括民眾意見的這樣的會整 好不好請部長我們這部分要來多加的督導 我們會很審慎 因為我們也知道這個 從各種角度都有它的難度 部長 那我們再來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九縣南迴段 就是現在開始進入施工的高峰期 其中金輪的外環道的高架橋 它在上個禮拜已經順利的招標完成 但是現在有一個路段 那個路段是沒有包括在這次拓關工程裡面 不過本期這樣長期走 它接獲許多民眾的反應 它現在已經陸基這樣已經呈現了波浪狀 就是台九縣408公里到414公里的附近 那是在哪一個位 就是現在就在金輪 從新香蘭爬橋進入金輪村這個部分 我在講那個是因為陸基已經下線的非常 我來了解 好不好 我們這部分請督促 我來了解一下 公路總局來了解一下 看看它狀況怎麼樣 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的整個外環道是從 414幾公里開始接出去 但是它還是要經過 我剛剛講的這個路段的一部分 然後它接外環道 但是它408到414這部分 它長達6公里的部分 它的波浪狀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這部分我們請公路總局 我來了解 我來了解 好不好 這部分請因為 因為我們有其他路段拓寬 但現有的路段 我們還是要保持它良好的行車的安全 我來了解 我來了解 才有辦法 那最後我再請教部長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關山隧道口是抬二十線 就是從八八水災之後 八八水災之後 就已經到現在都一直沒有通車 就是關山隧道 啞口力道上去 就是一直沒有通車 那我們現在局部裡面 有沒有這個長期來這樣一直 施工上到底現在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它最主要的難處 主要我的了解最主要還是在高雄那一頭 整個這個從從這個桃園往上 一直到到這個經過梅蘭梅山 一路到這個這個雅口那邊 整個那邊非常困難 那現在起碼初步來看的話 等於說整個地址的不穩定程度 我們要找一個 比較可以長治久安的一個路廊 目前大概都還有點困難 那部長我們大概在 所以這個在行政院那邊 我們也找這個公務工程委員會 找這個這個這個 督導公務工程委員會的政務委員等等 他們現在初步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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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也是說 那一段可能要稍微再觀察一陣子 等到它更穩定的時候 部長我們當然地方民眾是期待它 趕快通測 特別是我們南橫的一些觀光業者 或者是農產品的運銷 他們都很期待 但是我們 我們還是認為這個是要 當然我們也是要在安全 無意之下啦 無意之下我們才來進行這樣的整個工程 我們是部裡面 也多跟我們地方政府 還有地方民眾來多 對啦我們現在大概就是要確保 以台東為為例的話 我們要確保到立道 這個整個交通不是問題了 好吧我們這部分還是要詳加評估它可行 它安全的路線 我們然後 如果安全無意之下 我們也盡速讓這個觀山隧道 台東到高雄南橫這一段 能夠趕快盡速的工作啦 好這個再來 請部長要多多費點錢 是是是 好謝謝